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回购了过不是一次了 我觉得这一款产品非常好用 它好的地方是在于虽然是一个每一个牌子都有的那种宝石精华 但是它用起来是可以跟各种产品叠加都不会影响后续的吸收 也不会影响其他产品在脸上的表现的一个产品 所以这个产品特别适合护肤步骤比较多 喜欢叠加产品的朋友 它的定价呢本身跟品价比有点贵 但是跟贵价的比呢又算比较低的 我觉得这种价格的产品在打折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就先推荐这一款精华 最像的产品呢我还有另外一款面霜想推荐的 那款面霜就是一个蓝绿色盖子的面霜 我会放一个涂在这里 因为我已经用完手边没有这个食物了 它号称是主打多态 然后有一定的抗衰老功能 但其实这个多态在人体上吸收的效果始终都是有争议的 所以我觉得它说的自己抗衰老的效果 大家也平常心看待就好了 我自己用下来感觉它的保湿效果 舒缓效果都非常的好 然后皮肤感觉也很舒服 至于它所说的抗衰老的效果 我能感受到的就是一点点很紧致而已 真的就是一点点 不过它在这个价位里面 虽然是表现非常非常好的面霜啊 所以我在这里面也很推荐它 如果你想要一个这个五六十道 我记得应该是这个价格 这个价位的这个棉霜的话 那我就很推荐这一块 所以接下来要说的就基本都是彩妆用品了 首先就是这个Beauty Blender出的这个美妆蛋的硅胶套 这个产品也是一个就是初行又好的产品 它自己呢是一个硅胶材质的 然后两边有唾气孔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它理论上是可以放两只美妆蛋的 就把它往外扯开一些 那就比较大了就可以放两只了 然后如果是只有一只的话 就可以把它按回去 这样子就是放一只美妆蛋提及也小一些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特别适用啊 因为我自己出行的时候 感觉美妆蛋的收纳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美妆蛋这种东西 出门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保证 它在行李里面是完全干的 但是在旅行的途中我觉得就很难了 所以这个硅胶套就起一个很好的收纳美妆蛋的作用 而且它又有透气孔 不会让美妆蛋容易发霉 再加上它自己本身硅胶也不容易长细菌 不管是放在化妆包里面 还是放在行李里面 它都比较好收纳一些 而且也不用担心它会压坏或者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自己特别特别推荐这个产品 它的定价也不是很高 打完折可能连十刀都不到 我觉得如果你经常出行又喜欢用美妆蛋上妆的话 我就很推荐这个产品 接下来要推荐的是这款Tom Ford的眼影膏 这个眼影膏我自己也是用了很久的了 它的色号是06 它这个款式是双层的 上面是亮粉 然后下面是眼影膏的一个设计 这个06号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 它是一个就是冷暖皮都可以用的一个灰棕色 而且上了眼睛之后就是透明度比较高 新手就非常友好 而且也能显得眼目皮肤非常水润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一款眼影膏很值得推荐 而且日常用它这个淡淡的这种棕灰色也非常合适 它自己呢就虽然是膏状的 但是它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 我用了得有差不多两年了 但是这个膏体还没有干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值得入的 毕竟它价格很高嘛 所以比如在打折的时候买我觉得很好 接下来我要说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彩妆品牌 就是Shallow Tilbury Shallow Tilbury这个牌子是去年才进入斯福兰的 进入斯福兰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首先靠贵就非常容易了这样子 它在美国很多百货都是没有这个柜台的 然后呢它又会每次都参加斯福兰的这些折扣活动 所以能直接在折扣的价格买到它 我觉得也是很好一点事情 然后如果没有怎么接触过这个牌子的话 我还推荐它家的亚光口红 这个它家的亚光口红呢 我觉得做的算是市面上非常优秀的一个配方 因为它的这个亚光口红是特别特别滋润的那种 所以上在嘴上负担比较行 而且它的这个显色度也是刚刚好的状态 这个就很适合新手了 我自己最推荐的两个色号 一个是Pillow Talk Pillow Talk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自然的螺粉色 这个是不怎么挑皮的一个颜色 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红的颜色是Walk of Shame Walk of Shame这个颜色特别出名啊 我和其 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偏复古的这种 就我觉得是一个豆沙蛋红色的这个样子 当然你多叠加几次的话它的颜色也是可以比较浓的 这两个颜色我用的都特别多 而且它们两个的颜色设计呢因为不挑皮 所以这两个颜色卖的也特别好 从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来说我自己就特别推荐这两个颜色吧 然后如果你手边已经有了CT的产品的话 我自己更推荐的是它加了四色眼影 四色眼影有很多很多主眼颜色 每年还出现亮色 大部分我觉得都是挺值得收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产品 就是CT的这个蜜粉饼 它的这款蜜粉饼呢 这有个贴皮哦 它这个蜜粉饼我已经用过就不止一个了 也是回过过好几次的 这个蜜粉饼 我是推荐给人在海外买日系产品不怎么方便的偏干皮的朋友 加了这么多的定语是因为像这种蜜粉饼吧 配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还是日系的品牌 像这个欧美系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 这一款我觉得算是欧美系里面非常优秀的那一种 而且它用起来也很方便 像它的这个粉我觉得也是足够细的 而且这一款产品呢也亦有自己的色好 我买的是这个一号色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 它的这个蜜粉饼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偏干皮 用在眼下用在面部都不会觉得有把干的现象 然后定妆呢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再加上它的这个包装就比较薄嘛 带起来也很方便 如果我是偏油皮的朋友我是不会推荐这一款 然后CT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产品 比如说它的这个双色的腮红 我自己有的这个双色腮红是它的一个限定色号 叫Pillow Talk 这个我不知道斯芙兰有没有卖啊 然后它的这种双色的腮红色彩设计 也都是非常的新手又好 像这一款就是它是一个带橘色的就很自然的一个分色 而且它的这些腮红产品里面都添加了一些体量的成分 所以上在脸上也会显得自己的肤色很自然很好看 接下来我还有另外一款非常推荐的产品就是喜欢高光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CT的三色高光盘 它这个高光呢就非常非常闪了 如果喜欢比较闪的高光我觉得很值得尝试 像它前两个颜色就我用的都比较多了 一个是米金色还有一个是玫瑰金色 这两个颜色我在这里给大家试一下 就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吧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水亮的这种闪 所以上在脸上会显毛孔 也会跟皮肤融合的很好 妆效也非常的漂亮 就不管是用手上还是用刷子都是不挑工具的 我觉得是一个很优质的产品 所以有关CT的产品我目前就先推荐这一些 然后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自然色的高光 就是这个Dior的高光 这款高光我应该买了有两年了吧 我买的色号是002 这个高光是一个就比较偏粉的高光 它的这个妆效呢 跟刚才我推荐的CT的这一款 就会更自然更细腻一些 它这个粉质呢非常非常细 妆效是我觉得是最适合日常妆容的那一种 当然你想要叠加也可以达到非常闪的效果 但日常用的话就很不容易出错 而且也非常新手友好 而且这一款高光呢 它是有不同的色号的 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和喜好来选择 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推荐它 而且它特别的耐用 我用了两年就才只是把字用掉了而已 然后接下来我还要再推荐的一个彩妆品牌 就是Pat McGrath Pat McGrath我目前比较推荐的 就是首先是它的眼光唇膏 它这个眼光唇膏跟CT比呢 就配色就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它这个色彩的饱和度特别特别高 显色度特别强 就这样轻轻的一画 就比这两个颜色要浓郁非常多 这都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颜色哦 而且我自己也非常推荐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Elsa 003 还有一款是 呃...Wandata 028 应该是这么念吧 希望我没有念错哦 呃...这两款颜色都是这种就是偏蓝调的红色 我觉得上嘴之后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日常用的话 这个我觉得就只能暴涂 不然你这个嘴特别红 感觉不太适合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因为它的显色度特别高 它这个口红颜料的含量特别特别的高的话 它相应的滋润度也会大折扣的 所以它在滋润度上面也是不如CT的 大家如果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当然现在这个唇膏呢 也应该是出了小包装的组合状了 我觉得如果想尝试的话 买小包装是最好的 小包装就可以用更少的钱用到更多的产品 而且口红这种东西它是很难用完的 所以我觉得买小包装从实用角度上 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是Pet My Grass的 眼影 我自己手边有的是这个实色的眼影盘 Pet My Grass现在又出了很多 六色的眼影盘 而且也有单色的眼影 我觉得色号也比我以前买的时候多了很多 所以大家也不用 非得买这种特别大的实色眼影盘 而且实色眼影盘的价格又太高了 我自己对它这个盘子的眼影的想法就是 会推荐给彩妆的新手 因为它加了这些眼影的颜色配色设计呢 都是特别特别的 就是大家可以从这个盘子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比较跳脱的这一种 都是这种很艳 要么很艳要么特别深 或者是有一些很多很多的就是比较难以驾驭的偏光这样的设计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 对彩妆爱好者来说都特别好 而且它的质量也是业内顶级的 我觉得它是完全值这个价格的 但是真的就如果是新手的话 我不会推荐10色的 我会推荐你从单色 那种偏压光的盘子开始用 如果真的想选购这个盘子的产品 我的建议是尽量去店里面拨一摸 这样呢 挑选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在网上没有摸到食物买这样的盘子 我觉得比较容易踩雷 然后如果再推荐眼影的话 我还推荐这个Natasha的Nona这个盘子 我自己有的是它的这个五色眼影盘 还有它的这个28色的这种大盘子 它这两年出了很多很多的这种9色呀 12色或者是16色这种盘子 不是我自己不想买哦 是我自己的眼影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买 怕买回来就浪费了 它的这些盘子呢 我觉得跟Patty McGrath一样 都不是特别新手又好 但是它们的质量呢 也都特别特别好 它俩 它跟Patty McGrath一致 完全是另一个风格 而且它的这个配方质量 也一直在不断的更新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产品质量算是比较有诚意的 如果大家想尝试的话 也是我推荐这点里面摸一摸 然后如果实在是想买 又怕自己画不好的话 我建议可以从这种小的 它现在好像还有比这种盘子 还要小的盘子 从这样的盘子时期 我觉得比直接上手 买一个大盘子 要容易很多 除了半天彩妆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香水 这个香水是我去年买的 是Majira的这一款Sealing Day 这个Sealing Day呢 它是一个男女都可以用的 就是有一点咸的那种海洋香型 这个夏天用我觉得是特别好 一喷上就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闻起来也不这么呛 所以日常用是非常好的 一下子买这种100毫升妆可能有点多 现在这款香水它也出了那个滚珠的小包装了 所以如果想试试也可以从滚珠的开始用 然后这一款香水的一个缺点呢 我觉得就是留香时间不够长 所以买的时候我建议是要注意一下这一点的 然后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是这个NARS的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我以前就说过很多次了 是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款遮瑕产品 它这个遮瑕膏呢 跟它自己排自非常出名的遮瑕密比 我觉得它是遮瑕力度更高 19度也更高的一个产品 而且它的这个妆效是那种偏哑光的设计 所以就对用来遮瑕刺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自己手边有两个 然后其中的一个已经被我用的几乎完全用完了 我打算拍完这个视频就把这个遮瑕淘汰掉 所以我以后应该就只剩下这一支了 它唯一的缺点我觉得就是它这个盖子特别容易脏 这个NARS的产品都有这个问题 如果买的话这个盖子记得几天就要擦一下 不然就很容易击灰 大家说到遮瑕 我还有一个想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一款BECA的眼下提亮产品 应该是叫色彩修正的意思 它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是这种有点三文鱼的粉色 然后它的质地又非常油润 特别适合用在眼部遮瑕之前 因为我自己天生的眼带和眼圈都特别严重嘛 用了它之后我觉得遮瑕的效果会有一个更好的改善 对这个肋沟和眼带的修饰效果会更好一些 而且它自己本身就本身特别油润 又有一定的提亮的效果 它这个油润的质地可以中和很多遮瑕 积润度不够的缺点 所以如果你很看重自己的眼部遮瑕的话 我就非常推荐尝试一下这一款产品了 所以我自己手边产品的推荐大概就是这期了 可能有一些我没有提到 或者说有一些我没有整理出来 但是一次都说了 那我下一次说什么 所以我就留一点以后再说了 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这次斯芙兰打折我都买了什么 我自己是打折了当天去店里买了一些现货 然后这两天又在网上下了一单 所以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在店里买了什么 首先就是两款遮瑕 因为我自己NARS的那个遮瑕要用网 我就买了两个新的来尝试一下 这两款遮瑕呢 都是颜色比我的肤色稍微深一点 我主要买来是用来遮眼下和大的痘印 然后首先就是这一款CT的遮瑕 这个CT的遮瑕呢 我这几天也有用 我觉得非常好用啊 它的质地呢稍微有点黏 遮瑕力特别的好 而且也比较轻薄 持久力也特别好 对皮肤也没有刺激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的海绵头的设计 我觉得有点略微的不卫生 所以就 我只会把它用在眼下了 它是这个色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买的是色号色 然后我还买了一支 Armani的这个遮瑕 它是遮瑕包装啊 长得跟她的唇又一模一样 然后它这个遮瑕呢 那跟CT的比就是 会更加水利一些 遮瑕力呢 也比CT的稍微弱一点 这个用起来 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如果你自己的皮肤状态 不需要用那种 遮瑕力特别强的产品 我就还蛮推荐这个的 所以这两支遮瑕 我买的就还不算失败 接下来我还买了一个 迷你妆的Hourglass的蜜粉 这个蜜粉是去年出的 我挺中草的 但是我自己手边产品太多了 所以就没买 这一次我的店里看完 还有这个小包装的 我觉得可以买试一下 就虽然没有它那个大的包装那么精致 但是这个小的 我觉得包装也可以了 除了没有粉铺以外 什么都挺好的 所以如果好用的话 我就会来给大家反馈的 然后接下来我还买了一个 Sunday Riley的维C的护肤油 它这款维C的油呢 我是在店里试过的 我觉得像我这种混干敏感皮是可以用的 而且它的这个油吸收了之后 质地是比较干爽的 所以白天也可以用 然后因为油骂 它用起来就很慢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小包装的 只有15毫升 这15毫升的定价应该是在40刀 然后打完折就会更便宜一些 所以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这个牌子的产品很多都是这种小包装的 所以如果想尝试的话 就可以买这种小包装 不一定一次就要买大的 其他的呢 我还买了一只Tata Harper这个卸妆油 Tata Harper这个牌子 口碑很不错 它这个原料是百分百的天然 然后大部分也是有机的 而且它这个包装也特别的精致 这是玻璃瓶的 算是一个 Cifla里面比较高档的红薄品 我自己比较喜欢它卸妆油的味道 所以就买来试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 我之后再来给大家反馈 我在店里买的最后一件东西 就是这个Peace Out的这个豆贴 其实这个豆贴就是人工皮嘛 它这个技术也不是什么新技术 Peace Out的这个豆贴它是成分里面 新加了一些水洋酸 所以它可以给豆消炎 也可以让它那个能尽快的排出 我买它是为了贴那些生理豆 还有过敏期间长的那种很大很大的豆 这样子呢 就它可以隔离医学外部的灰尘啊细菌啊 而且也可以防止我自己用手去抠它 我让这个豆豆创面保持在非常小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对皮肤的愈合也很有帮助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斯福兰店里买的最后一件东西了 我在斯福兰官网下那一单呢 买了只有两件东西 到现在还没有收到 其中一款是Beauty Blender的三织妆的套装 这个三织妆的套装呢 定价原价就只有45刀 因为Beauty Blender本身比较贵嘛 单织妆的一只原价就要差不多20刀 所以这个套装我觉得特别划算 希望它套装里面的美妆单质量 跟单织妆的质量是一样的 然后我买了另外一款产品 是一个号称可以取鸡皮的身体乳 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可扰 因为我的小腿上只有一点点鸡皮 但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 然后穿衣服就要露腿 因为我平时要拍自己的日常穿搭嘛 我就发现其实拍出来这个东西 还是挺明显的 如果是修图的话 一是比较费事 二是又不诚实 所以我就打算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希望它能好用吧 所以这些就是我这一次的斯芙兰打折推荐 还有我自己购买的产品分享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看视频 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各个社交网络频道 所以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一次再见咯